这张小学学生证看起来比一般的小学生还要超龄 因为明哲15岁以前都在家里 重度脑性麻痹的他从小就被学校拒于门外 直到15岁他跟着两个读大学的姐姐到东吴大学旁听 参加大学生活也参加大学社团 开始走出家门看事件 就这样明哲15岁开始白天读大学晚上到国小读夜补校 一路从国小国中读到大学毕业 考上硕士穿上硕士毕业服 陈爸爸说更多身心障碍的孩子不是笨而是没机会 我希望说今后社会还是学校能够多重视这些小孩 因为这些小孩他本身并不笨 本身并不笨 但是他就算他学习相信力蛮强的 只是他就可能比别人少 虽然无法拿笔写字也不能翻书阅读 但是明哲有电脑这个好朋友 下巴代替手课本内容扫描在电脑里 姐姐为他做的笔记也在电脑里 大学读资讯传播研究所读数位媒体设计 透过电脑明哲开始设计网页设计logo 学以致用 未来如果没有读博士班 明哲想要自己开工作室 我希望可以开一间工作室 找一些 找一些 跟我一样的人 一起 一起 做一些 做一些事情 客服 环境及社会各种障碍 开工作室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帮助更多跟他一样的人 我的理念是 给我语气 不如叫我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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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突破不断学习 明哲是第三届的总统教育奖得主 家里的客厅一角 摆满了各界对他的肯定 今年他也荣获周大观热爱生命奖章 他说得奖除了是鼓励也是激励自己要继续更努力 明哲其实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曙光 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容易看到很多的人 他面对身心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很容易的放弃 可是明哲永不放弃 而且明哲让我们看到家庭的力量 对不对 今天看到姐姐看到爸爸 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给一个孩子多大的希望啊 这果然是爱与祥和的展现 对不对 我们再次恭喜明哲谢谢 语言语爱大家 诚如大家所看见的 我是一个重度脑性麻痹患者 虽然连简单的生活起居 都要仰赖家人的帮忙 身体上的障碍对我而言 也许增加我未来追求梦想的困难度 却无法阻挡我追求理想的决心 我曾经在灰白的岁月中度过无助而寂寥的岁月 但是我不愿意回首过去受挫的经验 也不想埋怨许多有失公平的人和事 当我有机会走出家门 进入学校 重新建构人生的时候 我就是全新的生命 我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以乐观开朗的心来面对世界 不断充实自己 使自己获得成长 以坚强勇敢的态度 来面对挑战与困境 用下巴打字的我 动作虽然缓慢 但无论是未来准备考博士班 或是以工作室的形式 从事网页设计与平面的设计的工作 我相信只要我愿意付出努力 我一定可以创造出彩色的人生 写下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故事 最后真的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我会继续的努力 继续的加油 继续不断不断的成长与奋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